阿賢有考慮去LOW圈跟FPS圈認識更多人嗎? 喔 我LOW圈感覺超熟餒 我那天去看那個PCS喔 去看俊佳那一次 喔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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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聯盟的人看到我都 每個都打招呼欸 感覺我超熟欸 我反而FPS圈認識的人比較少欸 阿賢有考慮做全職YT嗎? 不然感覺你好累 蛤 可是9man不是說YT現在在那個嗎? 現在長片不適合做長片了嗎? 現在是短影時代呢 欸 很麻煩欸 感覺我們要跟隨他欸 短影音欸 要嗎? 有想過當職業選手嗎? 可以啊 價錢 價碼夠的話我會考慮啊 你怎麼練遊戲的 就每天玩 然後偶爾偶爾看一下YT一些影片 或是看外國的選手玩 他們如果開實況之類的 可以偷偷學 然後最重要是每天玩 每天玩找會的人一起玩 你就會進步了 但重點是你要找會的人 而不是找三五好友都不會玩 然後瞎玩 這樣是不可能進步的 實況對你而言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沒有遇到酸民的話 我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可以跟很多喜歡我的人一起玩遊戲 或者是讓他們看我表演我擅長的遊戲 然後吹捧我我就會覺得很爽 然後他們也看得很開心 這樣我會覺得我幫助到很多人 意外有機會跟晚霆夜市實況嗎?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需要 稍微的小小升級一下 戶外實況的工具 最近我的iPhone12那台實況的手機很常過熱耶 喔很煩 可能要小小的升級一下 你會覺得人機在沖的時候被教招很解嗎? 沒安心啦 反正被教招回來就不紅了 算了啦 也不是第一次了 這個我們都很習慣 阿前可以認真完成一次泡冰的任務 想看你跳泡操 我忘了 等我教招回來再 如果有複習的話我再跳 我已經忘了 這台做實況是什麼累積觀眾的? 我的好兄弟龜狗HOST 再加上我那時候就是狂罵你知道嗎? 就是我那時候嘴很臭 那時候的實況風氣就是嘴越臭的越帥 所以那時候我很帥就狂罵 然後怕不繼續狂殺 然後就狂嘴 所以就那時候就很多人看 阿前你最好的兄弟是誰? 喔 感覺說不完耶 就是感覺跟我認識的好媽吉都是我的好兄弟咧 大家都很好耶 沒有最好啦 就是大家都很好 有計畫出國玩玩嗎? 沒有 上班沒有假可以出國玩很煩 目前沒有計畫 平常都吃哪些食物會運動啊? 感覺你很瘦 平常都吃 早餐就吃熱狗蛋餅 或者是玉米蛋餅 然後配一杯大餅奶 然後中午就吃早餐店的一小盒炒飯 然後 配阿嬤切的水梨或者是巴勒 然後晚上的話就不吃 最近在減肥 最近晚餐很少吃 然後沒有在運動 就只有上班出那個 出力的時候才有運動 很瘦嗎?還好我本來 我本來72最近可能大概70吧 因為晚餐沒吃 大概瘦了 應該有瘦一點點 射孔宅男是不是很可悲 那你就不要射孔就好啦 雖然有訂閱可以做一下你的頻道是在幹嘛的嗎? 呃... 就是PO一些 PO一些沒什麼人要看的CS影片啊 或者是很多人喜歡看的幹話影片 就是看你喜歡看哪一種 但是都可以看啦 都很好看 有機會加入兜己色嗎? 邀我 拜託 邀我一下 我好像那個社團倒了 再邀我 謝謝 阿賢我大學差個半年就可以畢業 但我找不到不錯的工作 我找到了不錯的工作也在這邊待三年 但這幾年就把私讀完 最近可能要被退學了 差半年真的不知道怎麼幹 工作也不能隨便放掉 啊就跟我一樣啊 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啊 就 我就是 我就是不想 我就是狂暴啊 RB跟冠偉的大腿啊 就是他們要晚我就陪他們打到死 然後我工作也先不放掉啊 你懂嗎 就是只睡兩三個小時 就狂暴 掏槍習慣用什麼題材的 嘖 呃 呃 呃 本題啊 這讓你有印象的AV女優 呃 我沒有在記名字耶 所以 好像也沒什麼印象耶 每個每個都不錯 就是 我是看身材啦 看臉看身材就是 就是我喜歡比較小的 就是比較小的我會 我會比較有興趣點進去 然後又剛好NTR的話 那是100% 爽局 人氣上是因為四成跟韋子哥幫忙嗎 YES 沒錯 韋子哥跟四成哥就 喔幹就很挺 我加倍奉還他們啊 誰對我好我就對他好啊 對不對 阿賢當兵遇到太多天兵怎麼辦 習慣就好啦 當兵一個連 180幾個人 190幾個人 遇到幾個天兵 很正常嘛 為什麼會想當主播主播對於來說 是工作還是有別的意義 如果可以當工作 我覺得也不錯啦 但是不能100%當工作 因為你會覺得很煩 我會覺得這種事情就是你要當 當作興趣 然後興趣可以賺錢的話那更好 你不能100%當工作 因為當工作完 就會把它當成像工廠一樣 喔 喔今天又要開台 喔明天又要工商好煩喔 我就要當興趣了 就是 就算你是全職 也要把它當成是興趣的一部分 保有 應該說要保有熱情 像我每天就很有熱情 每天滿滿的正能量 是時候可以讓阿賢妹 像現在那麼圓滑不像以前一樣火爆 因為我已經被突擊ban了4次 而且4次有3次是因為我 我噴能被ban的 一次是講標題的爛笑話被ban的 所以 我不能再玩火了 就是 有時候玩火很爽 但是不能每次都玩 很可怕 我已經示範了 再一飯 我就準備下場 回家吃自己 想聽跟婉婷的戀愛史 戀愛史是怎樣 從我們交往的第一年到今年第七年 全部一次攤牌講完嗎 這樣可能會講超久欸 就是 兩千多天的日子 我可能一天 一次一天一天這樣講 可能會講不完 超久餒 喔 反正簡單來講就是 我是學長 我們同科系 他是學妹 然後就是 我的帥 已經在我們的科系 甚至是全校已經 已經是魅力無法擋的狀態下 他一眼就看上我 懂嗎 就是 全校已經找不到了 就是已經找不到 像我這樣子這麼帥的任何一個男生了 就是我已經是最帥的那一個 然後他就是最正的 我們兩個就是 喔 志明與村交 你懂嗎 就是天生一對 必須在一起的 就是他一眼看上我之後 然後就 喔 想要認識我 你知道嗎 就是 我那時候後面大概要排十台瀏覽車的女生 在在等 可是他就是狂插隊 插到第一個 所以就第一 就看中他了 喔 就狂插隊 然後就開始曖昧 你講相反 瘋狗 山人龍比較爽 現在跟山人龍混比較爽 可以說一下差異 喔 這題很刁鑽 這題 我覺得都不錯啊 大家都不錯啦 就是以前 以前是 以前是三個人一起玩的時候 就是互相成長 那時候實況都剛起步 就是互相成長 那現在跟兄弟幫混 就是有時候還是 有時候還可以約去 從台北 開車到高雄 然後這樣子爽局 也很好玩 就是都不錯 都不錯 講實話 現在比較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人數比較多 現在比較爽 這樣可以嗎 喔你們感覺就是釣魚耶 喔好煩喔 可以對我們講以前的故事嗎 大學就是開直播的事 算是新觀眾超想知道 喔又談開直播 很煩 喔反正這個這個開直播事件呢 是這樣子 就是以前我讀夜校 然後我開台的時間大概是 下午的1點到晚上的6點 然後6點會出門 騎車 開戶外台 直播騎車到學校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 不想關直播 就直接帶著直播進去教室裡面上課 然後不知道是哪 那一天的哪一個人 很熱心的觀眾朋友 可能是打電話給學校說 這個班上有人在開直播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知道 我的班級是哪一班 那個教官還是誰 我不知道 反正那個人我不認識 他就進來直接問 劈頭就問 不好意思 請問你們班上有一個叫 吳冠賢的同學嗎 然後我就舉手 我就很尷尬的舉手 然後他就說 就類似講說 上課不能開直播 就是老師 老師上課的東西要 有版權 什麼諸如此類的 然後 意思就是 我這個人好像很不厚道 我不懂事 就是上課開直播 然後他在全班的面前這樣子對我講 我就馬上 用手術 把直播關起來 下課的時候 我還去跟老師 判一誓 然後寄信給老師 跟他說 判一誓 你覺得這是黑歷史嗎 是我們不應該幹這種東西 那我想這件事情 昨天的直播應該也有跟你講過這件事 沒有嗎 但是因為剛才打電話來的民眾 他可能是說 因為 畢竟同學們在上課 民眾 喔 我覺得這個民眾很熱心欸 播上去 喔 害我被同學這樣看 很煩 這個這個可以 排上我這輩子做過最丟臉的事情 第一名了 這個真的是超丟臉 這比我在開台的時候當小丑還丟臉 一輩子不可能忘記 超煩的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怎麼認識國動的 呃 因為龜狗 所以認識國動 大概是這樣 因為龜狗 所以認識國動 喔這題放最後一題 感覺放得很好欸 Happy Ending 咧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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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